张仪在学成之后 在鬼谷的那里学成之后 就出道啊 出道他选中的是楚国 因为楚国是个大国 选中楚国就要结交 结交楚相 请人介绍啊 和楚相也认识啊 然后在一起 能够喝杯酒 那是很荣幸的事 混个点熟 混熟了 有个机会 就可以慢慢发达吧 哪知道 有一次和楚相喝酒啊 楚相呢 丢了一个宝贝 一块玉壁丢失了 那么所来的客人们 重口一词指责 就那个张仪又贫穷 又没得 没得性 肯定是他偷的 于是大家伙把他抓起来 打 好打 这不是一般的打 打了一百多遍 快打死了 最终那个张仪也没承认 没头就没头 没承认 所以这个他也没承认 大家也怀疑 是不是打错了 打错了也没关系 反正一穷小子 打了就打了呗 就把他放了 张仪回到家里啊 他妻子就说了 我一直劝你不要读书 不要出去游说 再不是咱走了路 老老实实重地嘛 你不听 现在怎么样 受这样大的侮辱 你回来 张仪也看妻子问吧 把口张开 问他妻子 你看看我舌头还在吗 亲自说 舌头还在 张仪说 阻尉 够了 别看阻尉两个字啊 今后针对楚国 要实行他最有效的报复 他报复的 不是你们几个打人的 不是一个处像 是整个楚国得跟着倒霉